也可以完成這個排序 或者是你比較想要用自竄處理 比較直覺這樣子 不要用自竄處理就是等同於 你就把那些自竄當成ASCII code來用這樣 所以那意思是什麼呢 那你就單純比較 譬如說lease是存到一個自竄的一個數值 如果這個lease的數值小於 譬如說現在排在第一位的 第一位假設我們是字母順序最小 不管是誰這樣 只要它那個lease裡面的其他元素的 rc code的數值小於目前排第一名的那個數值 那我就在下面這邊把他們兩個做交換 所以這樣子來做就單純就是 就是從它的rc code的數值來做比較 這樣子做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把他們兩個做交換這樣子 但是呢 如果是這一個 如果是這一個的話 這個是考慮到自竄的一個部分 就說那這邊大家就會看到 叫string compare這個部分 如果你把lease1的這個string 跟目前排名第一個string 拿來做string compare 看看它是不是小於0 小於0的意思就是 這個小於前面的小於後面的 就像前面這邊說的 如果是小於0就是 前面的string1 小於string2 如果是的話 那你就把這個i呢 就記錄起來 然後把 在這邊把它做交換這樣子 把它做交換 交換要怎麼做呢 就剛剛前面看到的 string copy這個部分 這樣先把 目前最小的 就目前最小的 放到temp裡面 然後做交換 再把temp放回去 這個就之前有學過的這樣 這邊其實主要是要讓大家看一下 所以 compare的一個應用 你可以拿來做排序這樣 把你的這個存進來的字串 依照你的字母順序 你的應用裡面不見得 一定要照字母的順序 看你有沒有要做什麼的排序 因為我們的專題裡面的 其中一項要求也是 請大家要有做排序這個動作 看你要怎麼排 排序是要為了要說 看大家在寫這個排序程式的時候 寫的自己也了解一下 有沒有效率會跑多久這樣 所以有好幾位同學有在問說 專題那個100個輸入到底是什麼意思這樣子 那個簡單來講就是 你就有一個檔案存了100個 你的程式的輸入 然後用你的程式去讀那個檔案 就這個意思這樣子 不是叫你開100個檔案 也不是叫你把程式執行100次 就是那個程式就是讀100個輸入這樣子 那個100個輸入寫在一個檔案裡 自己用文字編輯器 或者是你可以用專題裡面說 要用那個rand 那個rand數產生的函式 產生100個隨機的數字 寫到那個檔案裡 然後再用你的程式去讀那個檔案這樣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還有不太清楚的地方 可以再跟我講這樣 隨機輸入的那個 這個函式其實我上次有稍微跟大家講 我可以再放在那個Facebook那邊 讓大家做參考 不過那個我不會再特別在課程裡面教這樣 因為那個其實蠻簡單的 那個就是一個函式叫rand這樣 你可以先抄起來 rand這樣 就是你只要呼叫那個函式 它就會幫你產生一個隨機的數字給你 你呼叫它100次 它就幫你產生100個輸入給你 不過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用那個函式的時候需要有一個目的 就是我今天跑出來的100個隨機的數字 必須跟明天跑出來的不一樣 那要怎麼做呢 就rand那裡 它會跟你講有一個叫種子的東西 種子就是那個種植物那個種子 它可以以目前的時間 你可以輸入在那個rand刮虎的裡面 輸入目前的時間 你怎麼輸入也可以看一下 Google網頁的一些介紹這樣 輸入目前的時間它會依照那個目前的時間 幫你產生這個時間點為基礎的一個隨機數字 所以你明天輸入的時間跟今天的時間一定是不一樣的 它明天的數字就會不一樣 所以這個到時候你可以測試一下 你如果這麼做之後 今天輸入的跟明天輸入的出來的隨機數字 都一模一樣的話 那應該是蠻詭異的一件事 可能是你的電腦感覺哪裡怪怪的這樣子 所以那個隨機的部分大家可以再參考一下 順便那這樣再補充一下 剛剛有同學問我說 這裡不要交往那個作業 我再說明 因為上次有講過一個 一個特別要注意到 那個有一個function 要包含三個 output parameter 那個三個output parameter 是三個指標的意思 所以你的裡面只能有一個function 有三個output指標 你絕對不可以寫三個function 各式一個輸出這樣 這樣子是錯的 因為那個作業是要讓大家練習指標的 練習指標就是一個function 有三個輸出 你就一定要用到指標了 一個function只有一個output 你其實完全不用用到指標這樣子 所以整理一下 一個function有三個指標 不可以寫三個function 各一個輸出這樣子 這樣會有問題 這樣 那個三個output parameter 是那個意思 這樣 好 這個是另外一個stream compare的例子 你可以用來決定 跟使用者講說 請他輸入一個數值 然後 他就會一直輸入某些數值 然後你要跟他講什麼時候可以停止 所以譬如說這邊 他說你可以輸入一堆字 看你喜歡的話 你要輸入多少個都可以 但是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如果你這一個輸入 你已經不想輸入的時候 你要輸入一個特殊資源給我 我就可以知道程式不用再抓了這樣 就這句話 當你結束的時候 請輸入一個特殊的資源給我 那我就不用再抓 那特殊資源是我們自己定義的 譬如說這個cent 就是我們自己在程式裡寫的 譬如說就是一個前字號 或者是金碳號等等的 就是一個特殊的資源讓使用者知道說 只要你已經不想再輸入資源了 你就再輸入一個特殊資源給我 那麼我在程式裡面 我就會去做compare這個動作 如果你輸入的東西就是那個輸入資源 我就不要做以下這些事情 如果不是你就繼續掃描你輸入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一個跟使用者互動的一個 其實也可以適合寫在檔案裡面 檔案裡面有很多東西 只要我讀到那個特殊資源 我就不再做了 譬如說就是金錢號 或者是金碳號等等這樣 這是另外一個 Stream compare的一個比較的一個部分這樣 可以讓你來跟使用者做互動 控制好到底哪一些是他要輸入的 哪一些是他不需要輸入的這樣 可以看一下上面的這個文字 主要就是請他輸入一個東西之後 他要定義一些規則這樣 所以你自己期末專題的時候 你也要寫清楚說 如果我們要測試你的程式的話 你的輸入有什麼限制 譬如說他這邊說如果你要輸入很多字 字跟字之間一定要隔一個空白 所以這個你也可以解讀成到時候你的程式 就是要用空白來做切割不同的欄位用的 所以你才會叫使用者要把這個word 用至少一個空白把它隔開來 如果你全部輸入完了 再幫我擺一個錦字號 或者是金碳號 我就會知道 那個是我不需要輸入的 所以我就用這個compare來做這個控制這樣子 所以這個for回圈 這個寫法剛剛也有看過 就是說一開始我就先掃描這個檔案 掃掃掃 只要我掃描進來檔案 這個比較完不等於0 我就繼續掃 所以這for回圈也可以這樣用 不一定要一直i等於0 i++ i小於多少等等的這樣子 好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說如果你覺得可以用的 你就把它放到你的專題裡面去做使用這樣子 好 交到目前 接下來就是8.5的部分 那是什麼聲音 好 8.5這裡 就說 8.5就要提到說 就一開始這個單元最前面我在講的那個複習的那個東西 就說有時候我們會把這個自竄 很多的自竄存成一個陣列 像剛剛那個一開始我舉的例子應該是一個月份 就月份裡面 那我有1月2月3月到12月 我可以把它存成一個12個元素的一個陣列 好 所以這邊要講的就是像這樣array of pointer的一個部分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當我們要把這個陣列的就是元素要去做排序的時候 一般或是說數字的部分 一般我們需要做三件事情這樣 你們猜這三件事是哪三件事情 我要排序的話 如果我要移動啊 我要移動那個複製複製那個兩個東西要做交換 我要做三件事情這樣 就是之前看到那個code不是有三行 我先把這個東西丟到temp 然後把它兩個做交換 再把temp扔過去三行這樣 就是這三個運算這樣子 好 那這個是我剛剛有跟大家複習過的 就是說 每一個陣列 其實我們存的都是它的起始的位置 譬如說像 前面 譬如說 我看一下 譬如說 這個是一個字串 這個是一個字串 如果我們把這個字串存到一個字元陣列裡面 叫做A好了 那當我寫A的時候 實際上我代表的是 這個字串裡面的第一個字元 它所在的起始位置 這個字串A本身就代表它的第一個字元的起始位置 如果你要抓這個字串的某一個字元的起始位置 那就是用剛剛在卡戶練習的 你就指定它是第幾個位置 譬如說A6 第六個位置 然後給它一個end 把它的起始位置給它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這個的意思這樣 C會把每一個陣列 每一個字元的陣列 也就是字串 以它的起始位置來表示這樣子 好 所以 如果是一個字串的陣列的話 它每一個元素就是每個字串的開頭這樣 剛剛說的那三個元素就是長 三件事情就長這個樣子 如果我要把兩個字串做交換的話 需要有個temp 然後用這個string copy來做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樣 譬如說現在我們要做這個排序的一個動作 這樣子就是五個 五個陣列這樣 每一個陣列就是一個字串 所以我們會宣告 一個五個陣列的一個字串 就這五個這樣 那每一個字串裡面存的就是 我每一個字串的前面這個t 所存的一個位置這樣 那我要怎麼樣把它做交換呢 我就要去比較 這個tmprd 誰的順序是在前面後面的 這個可以用什麼方式做呢 剛剛說的string compare 剛剛複習到的那一個 這個單元之後要跟大家講 怎麼樣子做這件事情 然後去做這個交換這樣 所以下面這個數字 大家可以回去再仔細對一下這樣 就說 他現在目前最小的數值是第四個 1234這樣 但是他發現了這個0的部分 01234 d這一個 這個d呢 他要跟這個0來做這個做交換這樣 所以有個temp在這裡 daisy這個要先存在temp 然後跟這個tulip兩個做交換這樣 所以這邊只是要跟大家再講 比較清楚這個觀念而已這樣 其他前面有交過的這樣子 好 所以 嗯 這個陣列要存的東西 本來是本來是這個樣子 本來這個陣列是沒有排序的 d照理來說應該要排來最前面這裡 因為d的順序是最前面的這樣 那 他排序完之後 要把它擺在一個新的陣列 叫alpha outbet 這個新的陣列裡面 你看一下這個連線的方式這樣 這個陣列到時候要指到這個來 也就是說這個d這個要排在第一個前面 第二個就是排m 因為m是這個裡面的第二個順序的一個部分這樣 所以 等一下你應該是會看到對這個例子這樣 這個例子要做的事情就是 使用者輸入了一個 他自己的字串來 存在一個陣列裡面 我們要去對這個陣列做排序 排完之後存到一個新的陣列來 這個新的陣列對應到的就是 他的字母的順序 最前面的是字母順序最小的 以下類推 最後面這個是最大的這樣 所以最大的應該是這個t的部分 最小這個箭頭 這個是d的部分這樣 圖示是這樣的觀念是這樣 我們現在可以來看一下這個圖這樣子 這個程式碼的部分這樣 好 所以問大家 如果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應該在流程上面 我們應該要怎麼做這樣 其實你會發現我其實還蠻 比較常會問大家 這個問題要用什麼觀念來解 而不是到底你要寫什麼樣的程式來做這樣 上禮拜我做了一個面試這樣 面試那個轉學考這樣 現在我們轉學考 寒假可以做轉學考 然後我就有一個同學一直不斷的強調 他的程式還蠻有心得 還跑去台大修課 然後我聽了之後 其實沒有太大的疑問 就只問了一個簡單的問題而已 我就問他說 如果現在有十個數字要排序 你的流程是什麼 我只問這個這樣 然後他就答不出來 我只問這樣 我只問十個數字要排序 你要怎麼做 他就跟我說用4回圈這樣子 然後我說那你4要4什麼 不知道 我知道要用4回圈這樣 怪怪的 就是說 我問的都是 我想要讓大家了解的是 寫程式不是 語法不是最重要 是那個觀念 你到底要怎麼做這樣子 你要做哪些事情 譬如說這一個 如果我要對他做字母排序 我是不是勢必一定要先比較好 誰的 這五個的誰的字母順序在最前面的 如果譬如說現在最前面的是他 我發現第二個的順序比他前面 那我應該就要把他們兩個做交換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 也就只有要做兩件事情而已 比較跟交換 你只要會弄這兩個東西 那就OK了這樣子 其他都是 只是要把它寫出來而已的問題 沒有太大的一個疑惑這樣子 所以在這邊你就會看到 他這邊就有一個這個 副程式 先看這邊 副程式這邊這樣 他會做排序 然後會去做這個 比較這樣 你要比較看說 誰的字母順序比較前面 等一下你會看到 他會丟一個lease的進去 然後跟你講 誰是最小誰是最大 你也會做這個排序 然後就把那個要排序的 自竄陣列丟進去 所以你會看到這裡都有一個 自竄陣列要丟給他 在這邊他就宣告成這個這樣子 這個character 他是指向一個 支援的一個自竄 這個自竄這樣 申請人填進來的這個資料在這裡 也就是前面這些 這一些 這一串 他就叫做是這個applicant這樣 總共 他怎麼宣告是一個二維陣列 你可以看到 因為 這邊呢 他就是 有名字 又有好多個欄位 所以他會宣告成一個二維的陣列 每一個 這個叫弱的話 就是一個申請人 裡面就是他的名字 所以他的size的話 總共就有多少個申請人 就maxima app 這個就他現在定義 就最多50 所以大家在寫期末專題 你自己要定義好這個 不要讓他超過了這樣 不然你的程式 有時候debug也有點困難 就是萬一是記憶體不夠 宣告不夠 他不一定會跟你講有問題 就是答案會錯 答案會錯一般 也許大家可以 試著先懷疑是記憶體的問題 再去懷疑是不是 邏輯的部分哪邊有問題這樣 然後stranger size 也是要注意到 他這邊就定30個而已 所以你要確保你輸入的 這個字串 絕對不會超過30個字元 這邊比較特別的是這一個 他 排序完的 他把那個 排序完的結果 用一個陣列存起來 因為你要存成 這個陣列其實跟這個的功能 是一模一樣的 其實你大可以 也是存一個排序完的 然後用這個MASMA APP這個 只不過這麼做會有一個問題是 我們需要丟來這兩個值 function 把這個東西丟過來這裡 讓他幫我們找誰小誰大 然後做交換 丟陣列是我們之前 丟指標是我們之前學過的方式 所以這邊才會叫做說 這個叫做自圓的一個指標這樣子 就是這個部分 內容的部分 他到底要做什麼 其實前面部分 大家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就請使用者先輸入 你有幾個申請人 前面他說最多50這樣 所以使用者就不可以超過50 不過這個他倒是沒有做房貸 我如果輸入60 他還是可以存 不過會有問題這樣子 所以你先輸入跟我講 你到底有多少人 這樣我才可以說 等一下幫你建那個資料庫這樣 然後開始輸入每一個人的名字 每一個申請人的名字 這邊注意到他是用這個get這樣子 這剛剛教過的一個東西 你可以直接用get 不用用scanf 直接把他填入了這個名字 那把他存進來 這個prican的第幾個元素裡面 因為prican這邊有宣告了 最大就是50個 看他要存第幾個 用一個for回圈 不斷的重複這件事情這樣 存好之後 接下來就是比較精彩的一個部分這樣 就說那接下來我開始 要開始要做排序了 可是在排序的時候 之前我先把這個prican的資訊 丟過來這個alpha這個i裡面 alpha這個i就是我剛剛宣告好的 這個陣列這個東西 因為我等一下要把這個陣列 丟到這兩個函式去 讓他幫我做排序 所以這邊這個是比較需要注意到的地方 他丟過來之後把他丟來這個stream裡面 這個sort裡面 alpha 然後看有幾個申請人50個 他就會對他做排序了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這個是怎麼做的 做完之後 照理來說 這個alpha這個 這個陣列就會是一個排序好的數值 最上面的就是字母順序最上面 所以他就會幫他把他印出來這樣子 看一下有沒有一個結果 先讓大家看一下這樣 像這樣子 先看最後這一頁的結果 這是他本來輸入的申請人 12345 不對這個是他的姓 這是他的名 總共五個 五個申請人這樣 裡面排序最前面的應該是這個 f f是字母順序比較前面的 他輸入的是這樣 然後印出來的要變成這樣子 f這個在最前面 G次之這樣照順序排下來 這是他最後要的結果這樣 那這邊跟大家提一下 裡面那個function怎麼做就好了這樣 就剛剛提到 他會丟進來這個sort這裡嘛 sort他都要做排序 排序的這個function在這一頁這樣 就這個大家可以對照講義或課本 他要做什麼事情呢 你把那個陣列丟給他 然後跟他說有幾個人要排序 譬如說50個 然後他就會先跟你講說 進來之後先針對所有的申請人 找到誰是目前排序最小的 因為我們要由小到大排 我先找一個最小的 然後最小的呢 然後去跟別人做交換 看現在最小的是誰 最小的有沒有排在 正列的第一個位置 這個最小的其他的概念就是 我要先找到50個裡面 誰是最小的 最小的這個人的在正那個 字串裡面的位置 是不是在第一個 是不是在這一個 我先在這邊找 找到一個最小的 又找到最小的是他 然後我看他index是多少 他這邊目前是5 然後看這個5 是不是現在的排名的第一個 如果不是的話 我就把這個1跟5 這兩個做交換 他就只有要做這件事情而已這樣 所以你不要看那個程式看起來好像很複雜 其他觀念就兩個這樣 要做排序 我50個 我先找最小的是誰 然後我去看 這個正列裡面第一個人 是不是就是那個最小的 如果不是 我就把這個跟第一個人做交換 就這樣子而已這樣 所以你看一下這個 就這樣子 好 找到最小的 如果這最小的不是這個第一個人的話 就做交換三行 這樣子做完就好了 這最小怎麼找呢 就是用一個alpha first 這樣子 就是給他一個例子 給他一個範圍 從這邊開始到n-1 這段範圍裡面 那個正列的範圍裡面 請他去找最小的 怎麼找最小的 就用到這個string compare就可以了 就是說 就這樣一個一個比 看說誰最小 這樣子就可以 所以這個我就不仔細講了 這個就給大家回去看一下 這邊是要讓大家看 string compare是怎麼使用的這樣 整個如果要做排序的話 你要怎麼做這樣子 好 所以這邊 大概就先講到這裡 讓大家有個概念就好這樣 休息一下 我們還剩下一點點的時間 可以再撐一下就好了這樣 大概再剩40分鐘左右的時間這樣 那看應該是可以把這個後面的部分 跟大家介紹完這樣 好 所以前面介紹都是字串的部分 8.6開始就會看到一些字圓的一個部分 字圓就可以讓你 譬如說你從字串裡面就可以取出字圓 那取出字圓之後 待會大家在講義或者是課本上 會再看到一個表格 說那字圓的部分有哪些命令可以幫助你去做一些判斷 譬如說 他是大寫還是小寫 甚至他本來是小寫 你可以轉成大寫 如果你要做這個轉換的話 那你可以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這個部分 譬如說你本來規定 他們只能輸入大寫字 可是偏偏就有人輸入小寫字 那你就可以還是讀進來 然後幫他偵測是哪邊是小寫 然後把那些小寫的字變成大寫這樣 所以這個就叫做字圓的一個處理的一個部分 那字串前面有講到怎麼輸入怎麼輸出 所以字圓也是 就是也是有類似的一個做法 如果要抓字圓的話 你可以用到這個命令叫getchar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讓你在使用者輸入 你請他說printf說接下來請你輸入一個字圓 那你就可以接這個這樣子的一個描述 去把他接下來輸入的字圓存起來 並且存到這個ch這邊來這樣子 不過要注意到的事情就是說 這個getchar裡面 他裡面的刮弧裡面是沒有任何的參數的 他存完的結果就直接指定給ch 這個為什麼要特別講這個 因為如果你回去看那個前面抓字串的那一行 叫做get應該是getline 或是get 這叫get那一個 他的寫法就是get 刮弧 刮弧裡面就會寫那個你要存進去的陣列名稱 大家可以對照一下 你先記一下這邊是這樣 getchar就是刮弧裡面什麼都沒有 他就指定抓到的字圓就直接給這個ch ch也會宣告成是一個字圓 可是如果是剛剛前面看到的getline那個部分 get 那像 像這個 像這個get get他就沒有等於變給誰這樣 他就直接呢這個 這個字串直接放在刮弧裡面 這個倒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這樣 但如果你要問我為什麼他們兩個不要一致 我沒有辦法跟你說為什麼這樣 因為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要這麼定這樣 他就是定出來 字串這個就要放在這個裡面 然後 字圓就會變字圓的話是這樣子 等於的一個方式這樣 所以如果你要使用它你可以看一下 或者是你覺得太麻煩了 你還是要用scanf那也是ok這樣 只不過他就是個語言吧 就是語言他就這樣定出來了 比較無法知道當初為什麼要這樣子定這樣子 所以我的做法就是 然後我知道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差別 那我在使用的時候注意到這件事情這樣子 除了有這個getchar之外 一樣就前面講那個get的時候也有一個fget 是可以從檔案裡面抓字串的 這邊也有一個從檔案裡面抓字圓的 就叫做getc這樣 就這邊差別getchar跟getc 所以這邊都不用用bet的 就是你要去看就是 就說你覺得你到時候是要抓字圓還是字串 你如果覺得這個比較方便的話 那你就要記得它的 從檔案抓字圓不是在前面加一個f 前面如果是這個get 這個get 這個抓字串的 這個 這個抓字串的 如果是要抓檔案的是在get前面加一個f 就是代表是從檔案抓 可是抓字圓的就比較特別了這樣 它就不是在前面加f 是getchar變成getc而已 getc就會有引述 引述就是要讀的檔案的指標 比如說input檔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只有這個差別而已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這個imp這個部分這樣 好 這個是讀檔的部分 那寫檔呢 你要把它寫到螢幕上 或者是寫到檔案裡面 如果是要寫字圓的話 要怎麼做呢 寫到螢幕上 是用這個putchar這樣子 putchar這樣 你可以像這樣子 就是放一個a 那這樣你在 你這樣子寫之後 執行程式你就會在螢幕上 看到a這個東西這樣子 當然它就只能夠拿來 幫你放字圓的一個部分這樣 如果你要把它放到檔案裡 一樣就是這個char後面 har就不要寫 就變這樣putc 就是 就變成把a寫到這個檔案裡面去 有一個output 所以這邊我們逐漸的引入檔案 那個觀念 所以大家在 你這次的作業 這禮拜要加油追 也可以用檔案的方式讀 如果你覺得比較方便的話 阿不過專題是要用檔案的方式讀的一個部分這樣子 阿不過專題其實你的output 我也是建議大家把它輸出到一個檔案 因為你如果要秀在螢幕上 使用者看起來可能 比較難讀這樣 你不如給他一個檔案 讓他自己去瀏覽 會比較好一點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有什麼想要確定的事情 再跟我講這樣 好putc就是這樣子 語法上記得 只要是跟檔案有關 你都一定要有個檔案的指標給他 讀寫檔 outputp這個 這不一定要叫outputp 你可以自己取 自己取那個名字 只不過要注意到就是 檔案的部分 如果是讀檔 你要設定它是做讀取的用途 如果是output檔案要設定它是寫檔 寫入的用途這樣 好我剛剛講的是getc 這個是要讀檔的 中間就要放這個檔案的指標這樣子 好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這邊讓大家看一下 其實你可以看說用不用的到 這邊我自己在用是比較少用 因為我可能就直接用printf 或者是scanf就可以做了這樣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會不會你會覺得這個比較簡單一點這樣子 好所以這邊也是一個範例程式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程式裡面呢 他就要去做讀檔這個動作 然後判斷就是 到底現在他讀進來的這個字緣 是不是換行符號 是不是結尾 是不是那個 我要讀的是小於我的這個字緣總的總長度這樣 所以這邊有一個destination length 這個有一個總長度 所以這個scanline 這個你可以放在你的最後期末專題裡面 是說如果你有個字串讀進來 你想要分析一下這個字串裡面有沒有什麼 你不想要的特殊資源 如果有的話就要警告使用者說這個輸入無效 或者是你想要抓特殊的資源做來做使用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這樣子的一個function 直接放到你的程式裡面 所以其實你寫期末程式不見得所有的function都要自己寫 有一些課本有的你就可以直接用了這樣子 範例的部分你就可以直接用這樣 譬如說這個叫做掃描一個 就是掃描輸入的一個東西這樣 那它的做法就是 那只要這個function被呼叫的時候 那它就啟動一個for回圈 要注意一下這是一個for回圈 只不過它不是大家熟悉的那個for回圈的型態 大家熟悉的是i等於0 i小於多少 然後分號在i++ 它則是一開始就先讀這個字緣 讀進來之後假如這個字緣不是換行 也不是結尾 然後這個字緣的i這個 算是這個我要寫 如果不是的話我要把它寫進去一個字緣的正列裡 只要這個i這個指標沒有超過那個正列的長度 這個是我們自己訂的 這個是從這個function傳進來的 只要這個i目前還有空間 目前這個destination還有空間可以存字緣 那我就把這個字緣給抓進來 然後把CH指定到這個自傳 字緣正列裡面去這樣子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自由變換 看你這邊是不想要什麼 它是不要換行 也不要是結尾 只要不是後晚或結尾 它就把所有的字緣都抓起來 存到這個正列裡面去 如果你是說你這個資料你擔心 比如說使用者會輸入一些奇怪的符號 比如說金燙號或是別的 你也想要加入判斷那也蠻OK的這樣子 就自己在這邊再加這樣子 所以它的做法其實就是 去掉那些它不想要的 然後把它存進來之後 最後這個forward圈做完 注意一下這一行不是在forward圈裡面 因為這邊並沒有大瓜糊這樣 這邊最後的部分再加上一個結束字緣 把這整個字緣給完成這樣子 這樣它就可以去掉它不想要的一個部分這樣 好 那如果你這邊做完之後 使用者還有輸入東西 它就用這個方式 就只是掃描進來 也並不做其他的任何處理這樣 所以這邊大家參考一下 這跟之前的範例都還蠻像的 就是這裡這種寫法 你可以試著學學看 看說是不是在之後 不管是寫作業或是寫專題的東西 都可以弄得到這樣子 注意一下要加上這個結尾字緣就是這樣 這個表大家回去看一下這樣子 這個其實我後來發現 這個裡面很多東西 都是可以幫助你用來實現你的想法的這樣 譬如說等一下我應該會稍微介紹幾個這樣 稍微先跟大家講一下 第一個這個呢是你可以輸入一個 一個字緣給它 然後它可以幫你判斷它是不是字母 判斷是不是字母這樣 所以譬如說如果這個ch 假設你到時候存的是一個字母 那這樣子如果是的話它就會傳一個1 那它就會印這一行這個東西出來這樣 那如果你存的是數字或者是符號 那就會是else 所以就要看你到時候寫專題的想法裡面 有沒有需要判斷這個存進來的東西 到底是不是字母 還是其他的東西 如果你只是想要判斷是不是字母 那你可以用這個 如果你想要判斷它是不是數字 那你可以用這個isDigit 這都是字緣的喔 等一下要注意到 這邊有一行這一個 請大家幫我這邊再註記一下 在這最上面 你們看得到嗎 在這裡 你如果要用以下的這些命令 你在寫程式的時候要include ctype.h 這一個函式庫進來 就跟用字串一樣 如果你要用字串的命令 那你就要include string.h 你要用這些字緣的 那你就要include ctype.h 進來 你才可以用以下的這些命令這樣子 好 剛剛除了看到說 它可以偵測是不是字母數字之外 它也可以偵測是不是標點符號 就這一個 is punctuation 我記得全面應該是這個 對不對 punctuation 痘點啊 那些標點 標點符號 它也可以幫你判斷是不是標點符號 所以就看你 到底在使用的時候 有沒有需要抓出來那種特殊的符號 如果需要的話 你就會需要用到這一些這樣 它也可以判斷現在是不是這個字母 這個數字或是這個字緣 是大寫還是小寫 如果你要叫它回傳 是不是判斷是不是小寫就is lower 如果是大寫就is upper這樣 判斷是不是空白鍵 進階也在下面 就是說 你也可以把它 就是把它送到to lower這樣子的命令 它就會幫你把那個東西 變成小寫的文字這樣 所以譬如說像這樣 全部都是說譬如說這樣 先判斷你就是希望說 它是不是輸入的是大寫文字 大寫文字就變 要轉換就用to upper 如果你輸入的是小寫文字 那麼就先印出來 就印出來說 那這個你輸入的小寫文字的 大寫的那個字緣是什麼 然後要怎麼做呢 它就把這個ch 丟到to upper這一個function裡 它就會幫你轉成大寫的 所以要注意到這個是 只能適用於那個 英文字母的部分 數字它就不能做這種轉換 數字也沒有分什麼大小寫這樣 所以這邊大家是可以看一下 有這些可以用 回去的時候可以試試看 不確定這個在你的專題裡面 在什麼地方可以用到 不過就是你可以想想看 你本來想要解這個問題 的想法是什麼 是不是可以透過判斷 是不是標點符號數字 還是英文字母的大小寫 甚至幫它做轉換大小寫 可以達得到這樣子 右邊的範例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這樣子 這個範例是指 它比較那個 兩個應該是兩個數字吧 但是兩個英文字母 但是不管它的大小寫 就不管它的大小寫 這個我覺得這個範例也蠻有趣的 現在假設有一個問題 請大家比較兩個字串 或是兩個字圓的大小 就是順序 順序 可是有一個問題是這樣 使用者輸入進來的 有時候可能會輸入大寫 有時候可能輸入小寫 如果大家回想 那個RC key code 大寫跟小寫的RC code的數字 應該是不一樣的 萬一它現在輸入了一個 比如說Adam好了 跟David 可是D是大寫 A是小寫 那我們怎麼知道 到底誰的順序比較前面呢 照理來說 我們應該會覺得 A是在前面的 可是因為搞不好 它A寫的大寫 它就是變得比較後面 所以這個例子 有點也是要防呆這樣 就說那我可不可以 不管使用者輸入是大寫還是小寫 我都可以幫它做比較 而且比較出來的結果就是我預期的那個樣子 這個就叫做ignore case的一個部分 那請問大家這件事情要怎麼做 你怎麼防呆 你怎麼在使用者輸入大小寫不一樣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 不管它寫大寫還是小寫 都不會影響到你的答案這樣 覺得 有什麼想法嗎 你有那麼害怕這一根 這我先不要跟大家講它怎麼做的 你們覺得可以怎麼做 如果你的想法就是說 想要不管它的大小寫 然後都可以比較 那你有什麼 技術上來說 你怎麼做到這件事 想法是你不想要管那個大小寫 可是技術上要怎麼做這樣子 利用剛剛有教到的這一些東西 你覺得可能 你如果是你 你可能會想怎麼做 你想一下 好你想一下 要想一下 把所有的字母全部換成大寫 或全部換成小寫 嗯 就是不管它做什麼 那需要判斷嗎 有 就是先判斷它是小寫還是大寫 如果是小寫就把它變大寫 是不是 好很好 你叫我什麼名字 和賤慶 賤慶 好 好給賤慶掌聲 好謝謝 它的做法的確就是 這個樣子這樣 但我要強調 這可能只是其中一種做法 課本是這麼做的 你可能 有更聰明的做法這樣 這不一定 所以你看到這邊 它有一個叫做 把Stream變成大寫的這個函式這樣 然後 剛剛有跟大家講 如果你要做這個大小寫的那種命令的話 你要記得include這個ctype.h 好 它的做法就是說 如果它是小寫的 那你就把它變成大寫 也就是說 不管它輸入小寫還是大寫 你就全部把它變大寫 再來比較 就只要多這個步驟之後 你就可以達到 這邊你所宣稱的這個功能這樣 所以其實大家在做專題的時候 技術上我覺得應該都是可以達到的 比較重點的是你想要做什麼 你能不能講出來你那個專題 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譬如說 如果你只是講說 我可以把小寫變大寫 那我可能 我啦助教 或者是甚至你們的同學聽起來 都會覺得 這不是本來就做得到的 可是如果你現在講的是說 我現在開發一個程式 不管使用者輸入大小寫 我都可以處理 這樣就不一樣 這樣就差很多 雖然我如果你說怎麼做 那其實就只是把它變大寫 那也是會覺得 好像就做得到 可是你光是講這個東西出來 就聽起來那個專題就不一樣 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是想法比較重要 就你想要做什麼 技術上應該是都可以做得到 只要不要太天方夜譚這樣 比如說現在要做一個 做一個 我不知道有沒有跟同學說過這樣 以前我大學同學說 他研究所想要做一個鋼彈機器人 然後就跑去日本東京念研究所 但是我不知道他做出來了沒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做出機器人的手臂出來 因為日本就做機器人強 不過我最近看到他回來了 他在哪裡上班呢 跟機器人好像似乎沒有太大的關係 他在台北捷運上班 回來不是應該帶一個機器人回來 然後貢獻給我們那個 對啊 不過可能我也不知道 因為那可能去那邊發現 光是要做機器人的手臂都很困難 所以我這次一些面試 就這禮拜我們又要面試 就是一個要入大學的一個 如果他有特殊才能 他們很多人都說他們高中 就有參加過世界盃的機器人比賽 WRO是不是 好像說最大的那個 我看很多人都寫什麼冠軍之類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我看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厲不厲害 這樣子 他每個人都寫 我現在還知道台灣有超多機器人的比賽 還有跟中國大陸的這樣子 他都叫國際賽這樣 不知道是幾個人以上就叫國際這樣 一個比賽如果有三個外國人參加 可能就是國際的 我猜 三個國家之類的這樣子 所以我看到的情況是 好像大家比較喜歡做機器人 在我們系上好像也是一樣 很多 或者是轉學考在面試的時候 問他 你接下來想要做什麼 我想做機器人 每個人都要做機器人這樣子 所以機器人是蠻 未來可能蠻大的一個應用 不過就看大家怎麼做了這樣 不過我看他好像蠻強調 他們參加世界機器人 我知道比較難的應該是踢足球 叫機器人去踢足球 然後好像有障礙賽 再跟大家講一個 我覺得蠻有趣的 他說他很厲害的地方 是他得過世界激光網比賽的冠軍 激光網 有沒有人可以跟我講 激光網比賽是怎麼樣的比賽 很多激光網 我的解讀是那樣 但我不知道他多厲害 激光網這也是設計上很難 很難 很難 好 那比較像機電系的那個 我都覺得蠻特別 看那些審查的資料的時候 這樣子 好 讓大家看一下這樣 所以剛好借這個例子 跟大家講一下 你在專題的部分 就技術上 你可能不一定會需要用到什麼 太困難的東西 但是你至少要講得出來你的故事這樣 你這個專題想要做什麼 他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像這個簡單的例子 他說不管 我這個可以防Dial 不管使用者事物怎麼樣 我都可以幫他做處理這樣子 好 那就讓大家看一下 這樣子就好啦 所以最後 這個處理完之後 這個步驟就是讓他可以不管大小寫 然後他最後要做比較 就像剛剛前面講的那樣子 就Stream Compare這個部分 譬如說他就也把它轉成 就是大寫的這個Stream 來做比較 看說誰是比較前面的這樣 這樣我就可以不用管他的大小寫了 這樣 好 所以這個就是8.6部分 字元的部分 這樣 8.7應該是最後的部分 這樣 好 所以最後部分就是說 那如果使用者輸入了一個字串 它是一個文字 譬如說大家有的人會做 我剛剛聽到有人會做 身高體重的相關的 你輸入的是一個字串好了 那可是你到時候要做運算 你必須讓他變成數字 那怎麼辦 你讀進來是字串 字串是字串 數字是數字 它是沒有辦法共通的 你必須要做轉換 你怎麼把讀進來的字串變成數字 或者是你把輸入好的數字 處理完數字變成字串 再輸出出來 這個就是這個單元要交的這個 8.7這個部分 這樣子 所以前面我們跟大家介紹過 ScanF ScanF你可以存 存字圓啊 存這個數字啊 或者是 小數啊 或者是字串進來這樣 我們也讓大家看過 printf printf就是 可以印出東西來 你可以印字圓 印整數小數字串 等等的 然後後面旁邊這個例子 我就不一一介紹 因為那個就是之前 之前 之前 之前介紹過的 喂 哪有沒有電 先拿 該 它再撐一下下就沒有 所以就是格式化的部分啊 所以要靠左對齊啊 或是留幾個位數啊等等 或是小數點第幾位啊 這都之前教過的 不過之前教過的都是 就是我就是顯示在螢幕上 而且我就是什麼數字 我要顯示整數就是整數 我不需要做什麼轉換 現在我們遇到的困難應該是說 我讀進來一個字串 它是文字 但是我可能需要把 譬如說文字是身高體重的那個數值 我必須要把這個文字轉換成數值 之後我才有辦法去對它做 譬如說平均啊 或者是找最大最小值等等的這樣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一下說 那有沒有辦法呢 我可以把在字串跟數值之間 能夠做一個轉換這樣子 實際上是有的這樣 譬如說像這個第一個命令叫做 sprintf sprintf 加了一個s 加了一個是什麼意思呢 那就是s就是stream的意思 字串 這字串可以幫我們做什麼事情呢 本來譬如說你有一堆數字 譬如說這邊的月啊日啊年啊 這你有做了一些排序 或者一些運算 但是最後你想要把它輸出成字串 顯示出來印在檔案裡面等等的 你如果把它變成字串 然後再用這個字串再去做進一步的 譬如說排列比較或者是複製等等 你可以怎麼做呢 它本來只有數字而已 後面聽得到嗎 可以喔 它本來只有那個數字而已這樣 但如果你要拿來做字串的處理 你就必須把這個數字變成字串 那要怎麼做 你就用這個sprintf sprintf呢 它的前面一定要接一個字串給它 逗點後面就跟printf一模一樣這樣 意思就是說 把這些本來是數字的東西 印成 印到這個字串來 所以譬如說它本來這個數值是 8月23 1914年 它是個整數這樣 你這麼做之後 s這個字串呢 就會變成是這樣子 然後還可以幫它加上特殊的符號 這是斜線 8月23 1914年 印完之後 它再幫你加這個結尾字圓進去這樣子 所以這個 有時候也蠻好用的 就是當你輸入的數值 你做完運算之後 想要拿來 做一些字串的分析啊 或者是處理的時候 你想要做比較 想要做大小寫的轉換 或者是判斷它是什麼數值的時候 你就會需要用到這樣子的命令 把數值印成字串 然後你接下來就可以針對這個s這個字串 用剛剛所教到的那些字串處理的方式去做處理的這樣 你也可以自己做一些格式的話這樣 這叫sprintf 把結果印到一個字圓陣列 也就是字串上面去這樣 另外倒過來的方式叫做sscanf 是把一個字串裡面的東西轉換成數值 字串裡面的東西轉換成數值這樣 譬如說它本來是寫8596.2 hello 這是個字串 都是文字而已 沒有任何的數值 雖然你看起來像數值 但在電腦的認定來說 這兩個是字圓 而不是數值 你如果要拿後面的8596.2 再繼續接下來做一些處理 你不可以直接用這個去譬如說 對它做加減乘處 它會錯 因為它是字圓 而不是數值 如果你要對它做一些處理 譬如說 你可能會把很多的文字印在你的檔案裡面 身高體重 那你需要把這些身高體重把它拿出來 做平均找最大最小值 那你就需要用到這個sscanf sscanf是說 從一個字串裡面 把裡面的資訊分離出來 給它適當的資料型態存起來這樣 譬如說它輸入了8596.2 hello 它是三個欄位這樣 那我就在後面呢 就在接 我預計用三種不同資料型態 persond 小數跟字串 來把這三個東西分別存起來 這樣子它就會從本來的文字 譬如說85 就會變成persond存在number裡面 就是一個數值了 所以你 一定要等到它變成數值之後 你才可以拿來做一些加減乘除的運算 如果你是要做自串的處理 那就要用寫面這一個 本來是數字的 先把它變成自串 再來都要做自串的處理 串接等等的那些運算這樣子 所以類似的96.2是一個小數 用一個personlf存起來 word word這個部分本來你就是要存自串 那就把這hello存過來這樣子 所以這邊多補充這兩個給大家看一下 自串跟數值之間的轉換 可以透過sscanf跟sprintf 所以複習一下 現在光是printf我們教過幾種相關的 你學過幾種相關的 這一個就printf 第二個是什麼 檔案的fprintf 第三個呢 就這個string的這樣子 所以有三個你可以去用 你要注意到到底什麼時候要用什麼 單純的printf是從螢幕那邊看到的 單純的scanf是從螢幕抓直的 如果是fscanf fprintf 是從檔案那邊來的 sscanf是從string那邊來的 所以有三種不同的來源 螢幕檔案跟自串 看大家是怎麼樣來做使用這樣子 這邊大家要再注意一下這樣子 好所以這邊就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一個片段的一個文字 他就要看說 我輸入的資料裡面有沒有什麼 我不想要的 如果有呢 我先做這個scanline的掃描 這個scanline在前面的範例有 掃描進來之後發現有問題 那我就要出現一個error的這個mark 我用一個validate這個function 但這個範例他好像沒有跟大家講 這個validate要怎麼做這樣 所以在這邊掃描進來的dataline 他就用到sscanf 本來是一個文字這樣 他用sscanf把它儲存到 兩個整數的變數裡跟一個字串 接下來他就可以用這個n1跟n2的部分 再去對他做一些數值的存力 處理這樣子 所以這邊大家稍微看一下這個範例就好 重點還是在知道這兩個到底要幹嘛用的 為什麼我們會需要這兩個命令 sscanf跟sprintf這樣子 好 那這一個的部分 這應該是最後的 這個範例就很大了這樣 先讓大家看他要做什麼事情這樣子 這個範例 先讓大家看結果這樣 他要這樣子 他要把這個文字變成這種數字 他要把這個文字 比如說1993年的1月15號 他就要不要文字了 他要變成1斜線151993 1993年的2月15號 他要變成2月斜線151993 他要做這些事情 但是他的程式裡面呢 會幫你列出來 總共12個月份的這些數值 所以1993年的15號 他列出來1月2月一直到12月 然後把這個整個換過來 有點像那種 年曆的那種感覺這樣子 所以在他這個程式裡面呢 他會需要去做幾件事情這樣 第一個呢就是 他怎麼連續的產生 這個January February一直到December 總共12個月份 你們覺得他要怎麼做這件事情 就是使用者他只會制定說 你等一下會看到 他會把這個15跟1993固定下來這樣 但是會變的是這些January February這樣 他怎麼印出 這12個月份的文字進去 他看起來是應該要有個陣列 存這12個月份的文字 1月就存在第0個位置 January 2月就存就存February這樣子 會有個12個 所以你等一下會看到他有一個 自圓的一個陣列這樣 他先用那個自圓陣列 把這12個左邊 等號左邊的這12個東西 全部都列出來 接下來呢 他要做什麼事情呢 他就要做一些對應這樣 如果是January 他到時候就要先印這個1這樣 在這一邊 然後再多印一個斜線 再把這個15呢 放到中間這邊來 年份就固定擺到最後這樣子 所以你看到這個 他這個程式還蠻大的 這樣就107行 請大家做的專題要200行嘛 所以也是一個頗大的一個程式這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怎麼做到這件事情 那你大家可以參考他的邏輯 他怎麼技術上 他怎麼達到這件事情的這樣子 好 他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等一下你會看到他有一個 有一個function叫做 數字轉成文字的那個 文字的日期的 就是1月幾號對應到January這樣子 1月對January 2月對February這樣子的一個轉換 然後他會去搜尋 看說搜尋譬如說January 待會我要把它換回來是1 然後February要換成2這樣子 好 Stream這個 字圓的這個 文字要轉成數值的這個部分 大家要注意到你的心裡面 先放一個剛剛說的結果圖 左邊是文字的 1月15 1993年2月15 那是文字的 右邊全部都是數字的 他要做這樣子的一個轉換這樣 好 那你這邊就可以先看到 這一邊這樣 實際上他不會只有印1993 是剛剛看到的是只有1993年 他這邊總共 Fore回圈用兩層 1993一直印到2010 不過他等一下都是印15號 你看到這邊他都是印15號這樣子 都是15號 然後月份有12個 所以他有第二層的Fore回圈 他用這兩層的Fore回圈 先產生所有他等一下要轉換的 從1993年到2009年的 然後從1月的15號到2月15到12月15這樣子 算是一個蠻大的一個工程這樣 他一開始呢就先把他這個呢 printf出來 也就是大家看到的等號左邊的那一些 先列出來 他等一下要處理的 所有的東西這樣子 然後右邊的部分呢 就是用這一個命令 StreamDateToNumber 把它轉換成 把文字轉換成文字 譬如說 1993年的 January15 就變成1寫15 1993就是這一個 功能在做的 這個function StreamDateToNumber 把Date轉成Number 這個東西這樣 後面這就是他的main function而已 後面就是看他是怎麼做的這樣子 好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了這樣子 所以第一個 他這邊有兩大主要的function 第一個呢 因為Fore回圈這邊還是數字的部分 他必須先把這些數字呢 轉換成剛剛大家在等號左邊看到那些文字 所以他就把這個數字轉成Stream 有一個function 你給他數字 他就轉成剛剛看到文字給你看 那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他怎麼做的 這個NumberToStreamDate這樣 其實重點就是這個而已這樣 因為那些幾號啊 那些都沒有變 只有1月2月要把它換成JanuaryFebruary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是1月的話 他等一下你會看到 他有一個MonthName這個 字圓的陣列 或者說叫做字串的陣列 這個MonthName是在哪裡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應該是在 呃 他存在哪裡啊 在這上面這邊 這個就是他的這個 月份的那個陣列 這是放在第0個位置 放在第一個位置 所以如果你等一下輸入的是1 1月的話 他就要去第0個位置抓 這個January出來印出來 如果你輸入的是5月 5月他就會放在這裡的1 2 3 4 5 0 1 2 3 4 第4個位置 5月就第4個位置 7月就第6個位置 所以會有一個關係是 都是用你的月份的數值-1 就是那一個他存在的位置 所以這其實觀念上就是 他就是只有把 看你現在輸入的是第幾月 減掉1 去那個MonthName裡面找那個文字出來 他就可以印出這個東西了這樣 所以在大家的 你的程式裡面 你也可以建這樣子一個資料庫 找出來 跟數值之間的對應關係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 資料庫內容給抓出來 好這個抓出來之後呢 這邊就做完了 就是這個 這個名字 數值轉成名字 也就是等號左邊那些就做完了 現在要做等號右邊的那些東西這樣 等號右邊的東西呢 就要先看這個 Date to numbers 這樣子 好 Date to numbers 它就用到剛剛所教到的這個 S scanf 給你一串文字 你要把文字裡面的內容抓出來 存成 Date啊 Month啊跟year這樣 剛剛我們不是 不是已經把它轉成文字了嗎 那你就用S scanf 把剛剛每一行轉出來的 掃描進來 然後月就存月啊 然後日就存日這樣子 好啊 但是分別把它存成 就是第幾天 然後Month它是一個 文字存成字串 Person S 然後這year就存成日期這樣子 那你就會有這三個東西 接下來你唯一需要轉的東西 就是這個Month的這個字串 它是文字 你要把它變成像後面 這邊要看到 這個January再把它對回來是1 February要對回來是2這樣子 看起來好像有點多詞一句 但它就是要讓你知道說 這個S scanf轉過來之後 它接下來怎麼再做這個對應 它就去做這個search 把這個Month name啊 就你這邊抓到Month name 丟進去這個search這個function 這個search在這裡 這裡大家可以回去再仔細看code 它就是跟你講 你有個January這個function name給我 那我應該就是做這個Stream compare Stream compare這個 你丟February給我 我就幫你去資料庫找 February有沒有在我的資料庫 有的話是在第幾個位置 如果它是在第一個位置 譬如說February應該會在第一個位置 那月份就是這個位置 再加1就是2月這樣子 所以資料庫跟這個文字之間的關係 把它對應好之後 這個就蠻簡單的這樣子 所以這邊概念上我先講給大家聽 你回去可以仔細看一下 這整個程式的一個部分這樣 就是誰連誰誰去呼叫誰這樣子 然後最後它要得到的是這個結論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是整張的一個部分這樣 就是說 這張是在教這個Stream這樣子 它是一個字圓所組成的一個陣列 結尾字圓是這個 有 如果你要 因為我們輸入的數值可能有 不一樣的資料型態 有整數 小數 或者是字圓等等的 如果你要拿它來做 我們這張教到的字串的話 那你可能要善用 剛剛看到的 SscanF 跟SprintF這樣子 好 其他的部分 如果你要去抓值 你可以用SscanF 或者是掃檔案的FscanF 這些可以用來就是抓 要做那個區隔的話 可以用空白做區隔這樣 或是可以用抓檔案的 這個get的字圓的部分 抓這個 應該說這個 抓字圓 從檔案抓字圓 抓字串 然後或者是抓字圓 從檔案抓字圓 這個部分這樣 這邊大家就可以再參考一下這樣 好 可以看一下這個部分 好 這個就是我剛剛最後說 要給大家看的加分題這樣子 可以稍微討論一下這個要怎麼做 要做的同學 你可以在期末考之前 期末我們做展演之前 把這個交給我們這樣子 這個就很簡單 就是剛剛跟大家講的 就是我給你 這就是我們規定的死一點 就是你要輸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四六八九 九個 九個數值 九個文字進去 然後呢 我們要把這個你的程式 要能夠幫這九個名詞變複數 變複數這樣 單數變複數這樣 這個是 它建立了幾個規則 應該就是大家熟悉的那個規則這樣 如果後面是Y的 那就要變IES 譬如說像這個 Fly名詞是什麼 蒼蠅 蒼蠅 所以它的複數是 F L IES 如果你要對它做轉換 你就要把這個Y拿掉 你要有方法把Y拿掉 再補一個IES進去 那如果本來就有S的呢 那後面要加什麼 ES這樣 那如果是這個Chair這個呢 Chair是什麼 Chair中文是 一字 有個很好玩是 研究生寫那個論文 就是 表 table 它翻中文會翻什麼 桌子 我沒有騙你是說真的 就有老師說 Chair也可以是主席的意思 這樣 它就直接加S 這樣子 所以 規則上面就是Y 把Y去掉加IES 如果名詞的結尾是S CH 或SH 那就直接加ES 那如果都不是 就直接加S 所以 如果輸入這個進去 照理來說 你應該就要輸出一串文字給我 Chair加S 這個Y IES BOSS ES 等等的 Y如果前面是母音的話 就直接加S 對啊 那這樣都加Y 以前是一個就加S 好 那我們就 多加一個判斷母音 好了 就母音喔 Y前面是母音 這例子裡面哪一個可能像啊 這例子裡面哪一個可能像啊 沒有可能是你 它是只能輸入這九個例子 不是 是要輸入 九個文字啦 那有些 就是 它有單付住同行 它有單付住同行 還有不規則的 不規則 所以我們現在 應該我們要定位清楚 我們並沒有要做一個 最完整的一個 加複數的機制這樣子 加母音喔 母音是AEIOU那一個嗎 對 母音後面接完 直接加S 好吧 那就頂多加一個母音進去就好 其他的你就照 就等於有四條規則這樣子 這樣就好 不要再加啦 再加我看 怕多少人可以 做得出來這樣子 你要再多做也可以啦 如果你要做 你要多做就是比較進階的 你有做我再幫你加分這樣子 不然就是 這三條加一個母音的這樣子 這樣OK嗎 那我就要重打一下這個題目了這樣 確定喔 確定喔 就是 加九 使用者會輸入九個東西這樣子 所以你要留九個 留九個 空格給我們輸入這樣 然後 你的程式就要輸出九個加完的結果這樣 如果你就單純加這個 那有一些單付出同型的 他就會符合第三個這個 他就幫他加一個S 那沒關係這樣子 就照這個規則走 他就多加一個母音的那個這樣子 Y的前面嘛 是母音的話 這樣不錯喔 那你們現在 這個是現在大一英文教的喔 還是以前就學過的這樣 應該以前就 對喔 我也不知道你們大一英文都在學什麼 這樣子 小六喔 小六喔 呵呵呵 好啦 加一條啦 就母音要加S啦 那你們可以 你們現在大致可以知道 會用到哪些Stream的 的命令嗎 這 這個題目應該會用到哪些Stream的命令 一定會用到的 串接喔 很好 串接一定會用到 那有什麼 移除 移除 移除要用什麼 複製 所以複製你要怎麼做到移除的效果 先判斷 先判斷有沒有 這一些東西嘛 啊你要怎麼判斷 一定要是先判斷 現在是把那個想法給 所有同學知道這樣 阿如果你聽了覺得想做 你在做 因為這是加分的 不是必要的這樣子 我還是要提醒一下主體是那個專題 那一個 這個是說 萬一算出來你的成績 你最後期末成 學期成績 應該一定會比你自己算的高這樣子 只不過如果你算出來 你自己算出來 如果我譬如說只有 二三十 那應該就很難 應該是不會過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是四 比如說五十幾 那些就有可能這些加分 就可以幫你加上去這樣子 太低了就 對啊這離太遠了這樣子 對啊不過 四五 四五十應該都蠻有機會的 三十我以往經驗是不太可能這樣子 四幾 勉強啊看看 五十幾我蠻有把握的這樣子 如果你算出來自己的成績 有五十以上的話這樣子 好 就這樣囉 加一個第四條這樣子 然後我再把它放上去 期末前交就可以了 啊下這禮包交最後一次作業這樣 好 今天就上到這邊 嗯